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词是在苦难之中发展起来的 天以百胸 成就必辞人 这个词怎么这样的不行 李浩主如果没有国破家亡 他写得出来这冲话求也何学了 一曲新词是九亿碑 去年天气旧平台 夕阳夕下是几十回 诗话换是废话 他到底诗话还不是话 苏东坡自己的悲哀 自己的感慨 你说我苏东坡是一个人才还不是一个人才 随道现前是好之久 美道春来是愁长还饮酒 词人里面最不幸的就是冯元寺 他生在一个毕王的国家 跟毕王的朝廷 跟毕王的皇帝 结合了这么密切的关系 冯元寺是满心的忧愁 与你也说 就是你有一种悠悦愿 给儿自己没有办法说出来的感情 在一个家庭之中 在一个家庭之中 共勉一刻 听外面的人 秋雨 笑笑的去 小店 庆情各自爱 你有你的悲哀和痛苦 他有他的悲哀和痛苦 不能够言说 虽然是父母子女很多痛苦 都没有办法说出来的 王国为说 词到了冯元寺 是唐吾世大 就是说 好像它是一个建筑 它有大唐 有两廊的厢房 它的规模是很大的 不像是温庭云伪庄的小词 温庭云伪庄的小词 比较简单 温庭云就写一个女子化妆 伪庄呢 写她自己战乱之中 流离的一种悲哀 王国的悲哀 说人人近到江南好 我又人就只和江南老 说昨夜夜半 我枕上分明梦见 她主观的感情非常强 而且她所说的那个感情 也都有具体的情势 到了冯元寺有一个开拓 非常奇妙的一点 就是她不是像温庭云 只写这个一个女子的外表 拦起花儿眉 也不像伪庄是写的一个很具体的感情 她说 谁到闲请抛制酒 每到春来 惆怅还已久 日日花钱长病酒 不辞尽力助眼手 河畔清五滴上流 未问心愁 何事年年有 独立小桥 风满秀 平临心悦 人鬼后 她是写什么故事 她没有说明 她说是谁到闲请 她说的是闲请 她没有说我是破国王家 我说怀念故乡 都没有说 她说的是一种闲请 什么叫做闲请呢 就是你生活上 一有空闲 就有一种情绪 涌到你内心里来 就是闲请 你无缘无故的 内心有一种惆怅 或者悲哀的感觉 不是为了某一件具体的人 或者事情 她说我觉得 我应该把这个闲请抛弃 所以我就尝试 我就努力 我把闲请抛制 我不要每天无缘无故的 就伤感 这何必呢 所以我就把闲请抛制 我努力了很久 闲请抛制酒 可是她两个字 就都打回来 是谁到闲请 抛制酒 我曾经努力 我要抛制我的闲情 结果我发现 我没有抛制掉 谁到先请抛制酒 为什么知道我没有抛弃掉 因为我每到春来 是惆怅 还已久 每一年 只要春天一来 我内心就一种惆怅的感觉 所以她用的字 都是很模糊的 都是很影响的 什么是闲情 是离别 她都没有说 什么是惆怅 惆怅她也没有说 为什么惆怅也没有说 就是你内心之中 无缘无故的 好像有所追求 又好像有所失落 是谁到闲请抛制酒 因为每到春来 我那种感伤的感觉 惆怅还已久 她就又回来了 惆怅就好像有所失落 又好像有所追寻 说不出事 惆怅还已久 那么在这种惆怅的闲情之中 日日花前尝病酒 每当花开的时候 我在花前就饮酒 我饮酒饮到什么程度呢 饮到病酒 就是我不但是喝到沉醉 而且有了一种身体不舒服的感觉 可是我仍然每天在花钱饮酒 日日花钱是长病酒 都会有两句写伤春的诗 且看欲尽花今眼 你莫艳尚朵旧入春 古代世人虽用字用得好 但是且看 你明天可能就没有花看了 今天还有这几朵花 你就暂且多看它一遍吧 所以我暂且看 什么样的花 欲尽 马上就要落下去的花 今眼我亲眼就看见它 一片一片的飘零 你难道我不为花伤感吗 且看欲尽的花今眼 你怎么能够忍受这种悲爱和惆怅 所以我莫艳尚朵旧入春 所以我不要厌倦 不要推辞 我还是喝酒入春 尽管我已经酒已经喝得伤 已经喝得太多了 我不推辞 只因为花落得太快了 所以冯岩寺 就跟杜甫的感情很接近 所以日日花浅 花浅长病酒 所以我不辞敬礼的朱岩寿 不辞敬礼朱岩寿 也是很妙的一种感觉 花浅是长病酒 因为花不常在 我不看它 我不饮酒 它就落了 我为了伤春 为了病酒 我的朱岩憔悴了 我消瘦了 我不是不知道我的消瘦 我对着镜子清清楚楚看到 我是憔悴消瘦了 我不辞 我不推辞 有的人 比如说 是多喝酒不好 劝他 他觉得对身体不好 我就停止了 停止了喝酒 他说我知道 我敬礼朱岩寿 我是病酒 我是为了酒伤害了身体 但是我不辞 我宁可伤害身体 我一定要面对着江落的花 为他饮一杯酒 日日花前 尝病酒 不辞尽力的住眼神 这就是冯岩寺的一个绝大的不同 他没有具体说出他的感觉 但他这个千回百转的在那里 在他内心的盘旋 这是冯岩寺的最大的好处 那么是什么 每到春来就惆怅还一咎 春来 什么事情使你惆怅还一咎呢 所以下边首他就接着说了 河畔清五是低上流 你看那河水边 河岸上的那个青草 一片的青草 又绿起来了 像欧阳修说的 万里行色苦愁了 你看那个青草 一片一片的绿到天边 那远行的人再也没回来 河畔清五 地岸上的柳条 冬天的时候憔悴了 柳枝断了 春天的时候 你久久和开 久久沿河看柳 你就你马上就感觉到 柳条柔软了 它不像冬天那么僵硬了 不但是柔软了 你虽然看不到它的叶子 像现在我们隐约之间 有一片绿色了 春天来了 你看到河畔的青草 你看到地上的柳条 就是当青草生的时候 当柳条绿的时候 当春天来的时候 我的忧伤 我的惆怅就回来了 所以慰问信仇 是何事年年有 你去年有过的仇 今年又回来了 所以信仇 为什么你年年的春天 都会引起你一片的忧愁呢 独立小桥 风满秀 平临心悦人鬼 我就带着我满心的惆怅 那种闲愁 我一个人站在桥上 人应该是在屋子里面居住 桥是给人家过路的 桥不是给人停留的 桥是给人经过的 但是我一个人 就站在那个小桥 独立小桥 任凭那个桥的四围 桥不是房间 所以它没有遮拦 四面的寒风都吹到我的身上 古人宽袍大秀 风吹着我的满秀的寒风 我独立小桥 风满秀 我站了多久在小桥上 站了很久 直到平临心悦 远远的一盘树林 树林上月亮慢慢升起来 路边桥上 所有的人都回家了 我一个人还站在这里 独立小桥 风满秀 平临心悦人鬼 这是冯元四的感情 千悔百转的 缠绵匪测的 是什么 他没有说 是为了离别 为了一个女子 都不是 这就是我内心的惆怅和哀赏 冯元四 为什么 他内心有这种摆脱不掉的 又说不清道不明的 惆怅和哀赏 因为冯元四 是一个非常不幸的词人 如果我说 有一个人 从他一出生 就注定了他悲剧的梦运 有天下有这样不幸的人吗 从一出生就注定你是悲剧的命运 有这样的人吗 冯元四就是出生下来 就注定是个悲剧人物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宋其是读其书 不知其人可乎 所以我们要欣赏一个作家 你要对这个作家的 时代背景都有所了解 冯元四生来就是不幸的人 为什么 他生在南唐 南唐是一个小国 南唐开国的君主里面 任用了冯元四的父亲 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大臣 冯元四生下来 就跟南唐这个前主的里面的儿子 那就是南唐的宗族 他们从小就是交友在一起 他生在一个必亡的国家 跟必亡的国君 结合了这么密切的关系 他跟宗族从小就是很好的朋友 宗族做了皇帝 他就做了宰相 你南唐的灭亡 你做一个宰相 你有能力把南唐的威王挽救回来 你没有这个能力 而你生在这个国家 所有朝廷上的人 主战 主和的 所有的箭头都指在你身上 所有的责任都担在你身上 他们无可告送 无可推脱 无可言说 所以他才会写出 这样的词来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首词 我们现在把它引一下 水到先请炮制酒 每到春来我惆怅欢意酒 日日花钱 尝病 饮酒 不辞 病离煮眼熟 河畔 情无地上流 慰问心愁 何时年年有 何时年年有 独立小桥 风马安秀 平临新月人归后 独立小桥 风马安秀 平临新月人归后 有时我们后面把它重叠几次 就是有的时候诗词要它有一点余韵 所以像从前我们说阳关还有三叠 有的时候诗歌的吟诵可以把它重叠几次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首词 他写了好多首《雀他之》 现在我们看他另外一首也是《雀他之》的词 梅落翻指千万片 由字多情 我学学随方转 这是冯彦寺的感觉 千回百转的 婉转曲折的 他的特色 他说梅花落了 梅花落了就是落了吗 他说梅落从来最繁茂的枝头 千万片片落了 梅落凡 那真是悲剧 你眼看这么繁茂的千万片的梅花 一片一片的坠落下来 梅落繁茂千万片 可是他更进一步的说 这个因为梅花的花片很小 它不像那个木兰花瓣 好大的一半 砰一下就掉在地下 梅花那么细碎的小花片 所以它在风中 在空中会舞动 所以梅落凡指千万片 它虽然落了 好像它仍然是多情的 它在风中随着风 还要舞出来 舞动出一个美妙的姿态 所以学学随风转 像雪花一样 在风里边旋转飘扬 在江落以前 舞动出一个姿态 作业圣歌 《荣与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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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出比较清楚 烟就是浅一点 但是不管是远景近景 都没入到一片烟爱之中 我所期待的人 你有来 一向平了 人不见 这个一向在词曲里边 有两种可能 有的说的是短暂 一向就是很短 有的说一向是很长 这里是长的意思 平栏就是我靠在栏杆上 靠在栏杆上 因为我有所期待 一向平栏 我在这里 平栏期待了很久 已经真红都过尽了 已经木烟都笼罩了 一向平栏 我平栏这么久 我所期待的人没有来 一向平栏 人不见 是焦消 眼泪 撕两遍 我就用我那个美丽的焦消 消是很薄的 撕制品 那么焦消呢 是中国一个传说 说海底有焦人 像鱼一样 有焦人 说焦人的眼泪 焦人 气泪 可以成猪 而且焦人 说他会织 织布 他可以织出 焦消 就是最薄的 最美丽的 一片像丝织品一样 他说我就拿这种 泪点织成的 这种丝织的手帕 眼泪 不是说 眼泪 是按一按 按一按 就是 就焦消 眼泪 我 等待的人没有来 我用焦消 眼泪 要撕两遍 我千死万想地 盼望 人 没有到来 我们是讲了 两首 冯岩寺的 《雀踏之》 冯岩寺的《雀踏之》 是非常 有名的词 因为他的感情 真的是千回百转 而且没有明白的 只说 我们就把 刚讲过的这一首 吟诵一遍吧 梅罗 凡之千万篇 我友子多情 学学随风转 昨夜 生隔 荣意 一散 就行 迎天的 愁闲 楼上 春上 寒四面 过今 正红 那目净 眼神前 一向 平了 寒人不 无间 叫嚣 眼泪 死两遍 一向 平了 人不 见 叫嚣 眼泪 黑 死两遍 叫嚣 眼泪 死两遍 把它重复几次 就是 愚饮不绝的感觉 他也是没有一个具体的物象 没有 他也是 这就是我们那些 就是我们现在的特别兴兴的 亮话的这种情感 这个还不错 照花前后镜 画面笑笑 心铁锈落入 双双金褶骨 心铁锈落入 双双金褶骨 双双金褶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铁锈落入